你知道吗 写出乌亚辉 蒙春空 这两首筷子人口的喉咙 被称作台湾民谣之父的邓宇贤 竟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汉宁 为什么一个哈嘎淫欧嘎 竟然是以喉咙闻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到台湾的哈嘎淫欧 不管在哪个时代 都有听众少 市场小 很难打进主流的问题 如果转身成以前的哈嘎淫欧尼 而没有一个多声道切换的技能 那肯定是很难赚咕咕地啊 在传统音乐盛行的年代 虽然散钩 菜茶几和把银 是汉宁居家休闲 婚伤喜庆的必备凉拌 但只表演哈嘎淫欧 那可不够赚 还是要到热闹的喉咙 来个声道切换 改唱喉咙瓜才行 甚至就连台湾人 录的第一批喉咙啪 规定也是汉宁 而邓宇以前则是在 喉咙流行刮市场刚开始解剖 但哈嘎的还不知道在哪的时候 到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 写出来的曲 自然是被填上喉咙啦 到了战口 哈嘎流汗口中有市场啦 真实的哈嘎淫欧名就是 日语歌 好听 反冲 英文歌 好听 反冲 一直到80年代 台湾的火锅和哈嘎新歌 主要都是挑国外受欢迎的流行歌来翻唱 不知省成本 还报征后堂报征川 不过比起火锅瓜 可以到各种娱乐场所 哪开心走上赚口口 哈嘎淫欧就很依靠地方电台来传播 实体演出比较少 所以当时名气想当大的哈嘎妮妮 也都是多声道表演的专家 但1976年 光电法的新规定 电台语言应以国语为主 让本来就写条不厚的哈嘎淫欧 就怪残血啦 加上60年代以来 最流行的其实是西洋音乐 连华语歌都不是对手啊 难道哈嘎流汗狗的市场要消失了吗 这时 一首被云蒙无稽当作表演配乐的哈嘎狗 抓住了大家的耳朵 哇 这萨克风配爵士鼓的抒情旋律太好听啦 这首歌是西洋流行乐歌手吴慎智的莫言 它是第一首在台湾乐台 造成广泛回响的纯创作哈嘎流汗狗 成熟的编曲 扣罗的旋律 不完全是朝阅时代朝到出水啊 而且不只朝 还激发了许多哈嘎淫欧妮 带着使命感回归 开极了创作哈嘎流汗狗的新时代 今天过来我说到这边 那现在当个哈嘎淫欧妮会是怎么样呢 好消息是不一定要有多声道的技能啦 像是得过超多次金曲奖的林生祥 从1990 年代就开始用哈嘎发创作 乡土议题的音乐出了10张专辑 不过从商业角度来说 哈嘎流汗狗的市场还是很有钱 大唱片公司给的资源比较少 也让哈嘎影哄影要出唱片 常常要自己开音乐公司 或是由前辈们帮忙出版 难道想要投入真的这么靠使命感吗 来靠过来哈嘎相关的机关跟奖项越来越多 创作哈嘎影哄终于是游不住年的种的事情啦 搜寻哈嘎影哄您就会发现 现在其实有很多中生代新生代的音乐人 正努力把哈嘎影哄玩出更多新花样呢 虽然金曲奖项到底该以语言分类 还是以音乐类型来分类一直存在着讨论 但不管怎么分 都是希望哈嘎影哄能有更多机会被大家注意 毕竟有更多好听友创意的影哄才是最重要的嘛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种席选拳全台的哈嘎影哄吧 可可客战卡卡卡掌 安妮赞没了 请不吝点赞